今天是武林霸主秦百川的金盆洗手之日 却有一个不速之客来到了七星楼捣乱 楚江南手持魔刀大开杀戒 白云也在这时赶了过来 楚江南也很想杀了白云 但他今天的目标是秦百川 放言要用手中的无情剑 杀了秦百川剃端木齐报仇 随后柳生一剑走了进来 训斥楚江南武功不是用来炫耀的 秦百川剑撞质问起了柳生一剑 因为柳生一剑向他承诺过 不会再次挑战中原武林 秦百川文言反应了过来 原来柳生一剑对二十年前的事情 依旧是耿耿于怀存有心结 他与楚江南之战势在必行 不过在决战前 秦百川要柳生一剑答应自己 若是他击败了楚江南 柳生一剑将终生不能踏足中原 柳生一剑爽快地答应了秦百川 因为他对楚江南信心十足 秦百川这一战必败无疑 夜晚降临 秦百川陷入了沉思 他深知柳生一剑若是要报仇 绝不会假手于楚江南 他逼自己与楚江南决斗 一定是另有目的 还未等秦百川想通此事 白云来到了大殿 他见过楚江南出手 知道楚江南无情剑的可怕 担心秦百川不是楚江南的对手 因此江燕北非留下的剑谱 交给了秦百川参严 希望能对秦百川有所帮助 时间来到三天后 秦百川来到了决斗地点 见到了恭候多时的楚江南 秦百川 我们又见面了 我不想再见到你 你放心 从今以后 我们再也没机会见面 当然 我把你的头扛下来 你不可能是活人 哈哈哈哈 秦百川与楚江南刚一见面 便开始唇枪蛇战起来 他们一个要为父亲报仇 一个要为兄弟儿女报仇 都恨不得将对方碎尸万段 纷纷拔出了手中的长剑 只见楚江南浑身充满死意 使出了灭绝一切生机的无情剑 剑招犀利只取要害 以攻为手锐不可打 秦百川虽然得到燕北飞的剑谱 可毕竟修炼的时间尚短 根本不是楚江南的对手 只好扔出手中的长剑 用出了最擅长的太极拳法 太极拳法已由克刚已经制动 以慢胜快借力打力 楚江南的无情之剑 一时间内处处撤走 根本奈何不了秦百川 反被秦百川一掌打飞了出去 眼见太极拳如此厉害 楚江南再也不敢靠近秦百川 只能不停挥斩出无形剑气 秦百川的太极拳没得用武之地 很快被剑气击中败下阵来 危急时刻白云现身 挡下了楚江南的致命一击 柳生一剑也飞身进场 阻止了心有不甘的楚江南 秦百川之所以败在楚江南的手上 是因为他缺少了战役 否则谁胜谁败尚未可知 柳生一剑看在以往的交情上 并没有直接杀死秦百川 可秦百川中了楚江南一剑 全身经脉禁费神仙难救 也将会不久于人世 秦百川经过此战 隐约觉察出柳生一剑的目标 或许是身为燕北非之子的白云 秦百川虽然觉察出柳生一剑的目的 却怎么也想不通他这样做的理由 与此同时 楚江南进行了他的第十二次事件 与柳生一剑激烈交锋起来 可惜柳生一剑始终更胜一筹 熄灭了楚江南身前的蜡烛 你别以为打败了秦百川就了不起 你不能一剑地杀了他 这证明他的火候还不够 你看你那只蜡烛 柳生一剑知道楚江南有怨言 刻意敲打起了楚江南 解释秦百川中了他一剑 此事早晚的事情 何必跟一个死人计较 他要把目光看长远 他的下一个目标是白云 不过要杀白云需要等待合适的时机 时机一到 我自然会叫你去 只要你杀了白云 一统江湖的权势 我一定会交给你 是